我是素凱琳 我是香港第一位到日本發展AV的旅遊 公司為何會寫我 因為我有膽識 我是喜歡做愛 我是喜歡演戲 我希望可以改變社會風氣 不要覺得看AV是很羞恥的事 請問我是否走投無路 當然我做這件事是想成名 亦是想賺錢 但亦是為了自己的興趣 很多人會覺得拍AV是否一定有成長經歷 是有些不好 或者是有家庭的缺陷 但我不是 我們現在去銅鑼灣 去跟我去買東西 買有關我平時工作的東西 我小學時會想做中國女排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打排球 中學時會想做會計師 之後 在機緣巧合之下 經我朋友介紹 去了一間娛樂公司 Casting 剛巧就選中了我 那時候也很小 也不清楚自己的方向 要怎樣走 今天我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有啊 我平時賣相 每個月有四個主題 每個月都要想不同的內容 和不同的服飾 盡量做到不重複 所以我家是很多衣服 好 我決定了 我決定了要買 真的 因為真的很有趣 其實是想了年多 但實際嘗試去入行 是用了半年時間 我也是不認識別人 也是靠自己 用有限的日文 亦都是網上找資料 可以怎樣去寫電郵 用勁語已經學到 但是 始終還是要自己去 看看別人怎樣寫 我 我 一開始不行 不成功 別人會想 為何我要請外國人 先 1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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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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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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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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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曲 唱歌 曲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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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不用去思思緒術 始終是十八以上電影 AV旅遊是一個職業 香港給我的感覺是 大家說這些已經是禁忌 或者看AV是一件很羞恥的事 我希望改變大家的社會風氣 例如買照片 人們都會覺得 你拍幾張照片就賺到錢 但其實人家犧牲的事你又知道嗎 又或者你拍一些性感照片 一定很隨便 甚至現在我拍完 我說我很喜歡做愛 有些人會走來跟我說 我都很喜歡 不如一起做 有些人會說 叫我快點去死 雞或者怎樣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是做一件自己 喜歡做的事情 就不是不珍惜自己 我選了這條路 這些東西會適合 最大的動搖是家人 換位思考的話 我兒子或者女兒這樣做 其實我也不可以 現在應該知道 但始終沒有聯絡 我也不想面對 我家人應該都是 大家先冷靜一下 還有犧牲了我將來的幸福 如果我是男生 我也不會想身邊另一本拍 每一件工作都會有代價 雖然我有一刻動搖 但我必須為自己將來的路 去想 可能我搬出來之後 我個人變成獨立 本身我也是一個 比較不信任的人 幾年前 拍拖的時候 那時候吵架 大家情緒很激動 我男朋友 就不小心 當自己去搞定所有事情 因為經歷過這樣 我一定要自己的強大 不需要依靠別人 會覺得這條路很孤單 但是 一開始一定是孤單 怎樣面對這種孤單 我會找朋友 因為我還有朋友 我想吃 我想吃沙爹 出前一聲 然後說牛肉 好 你猜到嗎 你有跟我說過日本幾天 我說拍攝新集 跟你說 你就是 我跟他不斷地說 我都不介意 因為我自己都很清楚 等於我們做一次 好生意 其實背後付出的兩位主要 是你 你只會在我們身上 試一下這個很好吃 很多人會覺得 可能做完這個會沒有朋友 或者那些朋友會不知道怎麼看 其實一開始我都會擔心這件事 但是竟然 沒有了 很開心大家都過到這一關 沒有因為這件事而 和我分開 我的預期是會 大家都不支持 支持賣相 大家都不支持 更何況這件事 但是很令我意外 就是大家竟然 支持了一段時間 都令我很意外 很開心的是 在街上有人認得我 真的會有人跟我說加油 我覺得很感動 大家 始終都是喜歡香港 例如加拿大的香港人 或者怎樣 在澳洲的香港人 她說我想找你團購 很多人都想要 想一次過買 就算可能有很多人移民了 但始終心底裡都會願意去 香港人一定要支持香港人 我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女性 可以幫助身邊的人 或者正面影響到人 是一個滿足感 有很多评论或批评 如何在压力中继续坚守自己的信念 也会不受其他人动摇 真的不容易 我是很希望继续做到自己 始终我未来的路 也要由我自己主宰和自己负责 感谢观看